- 神聖RPG模組生存 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維倫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神聖RPG模組生存 來 觀眾 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 改建了這個地下倉庫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私幾下呢 就又收集了 一點東西 來 我帶各位觀眾看一下喔 這邊怎麼每次下都好快啊 什麼東西 而且還超多耶 今天怎麼特別多隻在這裡等我啊 然後順帶一提啊 我的裝備已經換成了這套綠色的喔 為什麼會換換呢 那是因為 因為我私底下就是也挖了很多的 像這個隧道嘛 對不對 怎麼還有 因為我們上一集不是也說就是 礦物還不夠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私底下就是又 原本是往左邊漁谷嘛 我是往右邊漁谷 也漁谷了很多很多條喔 各位可以看到就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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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這個好痛 哇操 什麼鬼 欸 我發現那個盧比裝真的超強耶 我穿另一套直接被秒殺耶 太扯了吧 喔 我那個30級等級全部噴掉 他雖然說等級不是很重要 但死掉是有過不爽的 他還在嗎 他還在 我先換另一套裝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那個盧比裝已經快壞了 算了我們先穿諾米特好了 應該也不至於死啦 然後拿一把劍 這個 我們準備多套套裝 就是為了這個好不好 我發現我諾米特的裝 連那個護甲子都不會買耶 哇這好痛 我靠 我穿諾米特裝還被撞一下殘血耶 太扯了喔 我的 這遊戲是做壞啊 不行 我覺得我真的需要 多做點盧比套裝 不然就是我要趕快做出附魔胎來 附魔吧 不然現在真的還蠻痛苦的說真的 來 我們這次換那個盧比裝 這次應該就差很多了啦 只要給我拿到劍他就死定了好不好 我們直接跑過去撿劍 他在我們後面對不對 不用劍我們有鎬子也可以 我被打不會痛耶 各位看一下 那個傷害差距真的是天差地遠耶 我如果沒有那個 盧比裝 應該就玩不下去了吧 我東西還在這裡 哇 好啦 總而言之呢 我想說的就是 事實上就是挖了還蠻多道路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可以先回去了 然後我做的事情也不只有這些啦 我其實還有做別的事情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房子對不對 往外擴了一點 像這邊也是 我這邊已經挖了一點空間出來 這邊之後可能會預計放一些雕像啊 或者是盔甲座之類的 預計啦 然後這邊也是就是農天 農天我就是往外開了過去喔 然後我其實吃幾下直播的時候 有找到一個村莊 對 村莊 然後我從村莊裡面幹了一些馬鈴薯回來 然後就在家裡種了 所以說我們之後食物應該就是不缺的好不好 食物應該是完全不缺的才對 然後各位就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哇 農天也是開得很大對不對 四片農天耶 雖然說還有兩片沒有種滿 那個之後可能 可能還會再開更大也說不定 總之目前先暫定會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我想要去一趟地獄喔 就是 欸不對 我在去地獄之前我先換一套裝好了 我先把我的 欸 我那個燒完了是不是 喔對 我私底下也挖了很多礦嘛 前面也有講到 應該說我現在總共有大概100多個 盧比丁和100多個阿阿米特丁 我應該可以利用這些來做影子套裝的好不好 影子套裝 應該還蠻強的吧 那總共會需要96個嘛 對不對 我們就 96個好浪費喔 我覺得我私底下還要再農 你們知道嗎 96個 這樣是66 所以我還必須拿30個出來 太扯了吧 各位看我 哇 我直接沒有資源了耶 然後這些只能夠做一套套裝耶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我可能私底下還要繼續挖礦耶 這遊戲太濃了吧 來我們合成影子石好不好 影子石 做出來 24個裝 不是24個裝 24個這個影子石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合成整套的影子套裝 應該還蠻強的吧 影子套裝 他就是 3倍跑速這個一定要做阿 我農了這麼久 當然一定要做出來的阿 一定要做給各位看嘛 對不對 只是不知道他的防禦效果怎麼樣 我感覺沒有很強耶 感覺 我被那個什麼 紫色的怪那隻 這種咕嚕打到應該還是會被秒殺 哇 然後我們穿上去之後 各位看一下我那個視野 哇各位 哇哈哈哈哈 我跑超快各位 這個是趕路套裝了吧 趕路套裝 好快喔各位 雖然說他看起來就像是黑色的鑽石裝 可是他真的還蠻帥的說真的 OK 那我們還是先不要穿啦 我們還是把盧比穿上去比較好 然後 我們的影子套裝就先放著啦 因為 我今天要去地獄嘛 我不知道地獄的怪有多強 我怕我穿 太像這種 加跑速的裝 然後防禦變低 會被秒殺 所以說我必須要小心一點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是先來去 挖黑曜石喔 走開 走開 黑曜石應該是在附近嗎 我記得我附近 像這邊就有黑曜石 我要挖黑曜石來做一下地獄門喔 哇 然後我們拿這個鎬子是不是要挖很久啊 冰桶挑戰 OK 我們現在有了10個黑曜石之後呢 當然就是要做個打火石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就是 做一個地獄門嘛 只是我現在不知道地獄門要放在哪裡 你知道嗎 應該先隨便放吧 我先放在這裡好了 把我先放在這個地方 畢竟 畢竟我現在也沒有專門做出那種 專門蓋傳送門的空間啊 所以說 先暫時把地獄門放在這裡好了 應該也是挺不錯的吧 就還 應該還蠻適合 蠻好看的啦 有沒有像這樣子 好像下面有點突出耶 不過無所謂啊 總而言之 我們這樣子應該就可以進去探索了吧 今天就是要來逛一下地獄 好不好 應該不至於死在地獄吧 我覺得地獄應該不會比虛無的地獄難 總之我先進去看一下 我們必須更深入一點 哇 所以我在一個很 很荒涼的地方耶 這什麼鬼地方 上面還有一些紫紫的礦耶 我感覺那個一定是很稀有的東西 好不好 我先在這邊收集一點 那個地獄石啊 這樣才能夠 跌入上去嘛 不知道地獄有沒有那種會遠程攻擊的怪 有的話我其實會蠻頭痛的 畢竟我這套裝是防禁但不防遠程啊 希望沒有那種遠程攻擊的怪 喔我們上來了 然後我馬上看到怪怪的東西囉 各位這裡 有兩隻耶 烈焰射手 真的是遠程攻擊耶 我是不是應該回去換個裝啊 換一下防遠程的好了 不然我這一個有點難打 而且剛好也沒那久 我先回去一下好不好 先回去一下 各位不覺得玩minecraft最爽的地方就是挖礦嗎 就是有看到新的礦然後挖 然後他有特殊效果很爽 就真的 其實不會痛耶 不會是 他連射是怎樣 一直射耶 不行我一定要先幹掉他才能夠 才能夠 領取我的快樂快樂礦礦 我要死了各位 他一直燒很煩 哇 我覺得地獄好難喔 我沒有弓箭被打太痛了 這個好會值耶 先幹掉他 哇靠 欸等一下等一下他怎麼那麼猛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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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連射太強了啦 而且我覺得有防火套裝可能更好耶 完了我要死了 趕快吃趕快吃 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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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死 不要死 幹 OK 我撿到東西了 我天啊 地獄怎麼那麼恐怖啊 我直接 又被射了一件直接殘血耶 我在想我要不要先撤退一下 這邊有那個 他們掉的東西 我死掉一次 唉唷他又在攻擊了 我先在那邊偷電他有沒有 還好我這樣子可以偷電到他 啊主人死掉了 他還有多少血啊 看不到他的血條 可是我在這邊是可以偷打到他的 啊有點難打 總之不管怎麼樣啊 我想要先挖一下這個東西啊 因為我記得有個東西很好用 這個東西應該是 熔岩礦石對不對 他可以燒成熔岩錠 然後熔岩錠可以做這種指焰劍 這個我應該做不出來吧 反正我是沒有這種東西啊 我想要做的是 他可以做 這個有沒有 他可以做出熔岩塊 然後可以做出反火的套裝 其實應該會比較 好打這個地方吧 不然各位看我現在真的是 被屌虐他中你知道嗎 唉他死掉了對不對 他被我墊死了 那我大概了解了 那總之我要先往這邊挖一下 因為我記得這邊好像有新的 其他的礦物吧 我們稍微往這邊 先擴出去一下 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這個這邊下面會不會死 不會 可是我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是 新的礦 這個是 血之石耶 虛無也有這種東西 血之石可以 生命之石就是從血之石做的 是不是 然後 他也可以做熔岩劍 回血劍就可以血劍 還有什麼 血石劍那種無限的劍耶 可是我覺得沒有很強 感覺沒有很強 他還可以做這種血石塊 血石塊 好像血石 血石能做的東西好像不多耶其實 阿勒米特盾 阿我們 為什麼會被打很大 是因為我不做盾牌吧 可是我就不想做盾牌阿 阿我覺得沒有很好耶 血石可以做的東西蠻少的 但我還是看了不能這一集多收集一點 我看到怪怪的怪的 地獄蜘蛛耶 地獄蜘蛛耶 遇到這種新的怪我們還是 遠程先偷電一下 我們這個夜曲也是挺痛的好不好 我們先給他電到5滴血 然後 剩下的血量再由我們殺掉 他是不是死了 我本來想說要來補刀一下 結果他就死了是不是 不想電太用力啦 各位這邊的那個 礦還蠻多的耶 超幾個 哇這好多喔 這種礦是 他是一次出現很多個是不是 就像主世界的礦一樣耶 這還不錯喔 然後下面有兩隻怪怪的傢伙 然後這一顆只能放著他掉下去耶 這一顆我撿不到 看能不能他彈起來吸到吧 嘿 喔吸到了 總之我今天來地獄就是為了收集這些礦物啦 他好像會需要蠻多材料的耶 因為他需要9個才能做一個塊耶 哇好貴而且他還需要影之錠 這個就是一個很濃的模組各位知道嗎 然後這邊有個熔熔碎片 可以做熔熔之石 這個是那個 剛剛的弓箭手掉的 他可以做 就熔熔劍 熔熔劍好像比較強耶 他可以就有燃燒效果 然後也可以做真正的防火套裝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濃 因為他也是需要9個啊 他也是需要9個啊 他也是需要9個啊 然後他也可以做熔熔之功耶 哇齁 這個東西該不會是那個吧 boss的召喚物啊 哇他那個東西還蠻多的 我天啊我每一套都要弄出來是不是會花很久啊 我會想做這種事情 可是感覺要花很久 喔前面有螢光石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收集一下喔 像這樣子挖掉 喔那個破太快了 我總共拿到三個還做不了一顆螢光石 不行不行 我要再過來一點 挖掉 Yes 為什麼會需要收集螢光石呢 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有螢光石之後他可以和 黑曜石合成這個暗黑石喔 而且他材料其實不會很多 然後暗黑石可以合成凋零附魔塔喔 那個材料其實我們已經夠了好不好 而且還剛剛好 所以說我們就先回去吧 OK 那要做那個凋零附魔塔 我們首先還會需要墮落碎片喔 這個東西呢就是打咕嚕掉的 一次好像會掉三個 所以說我其實打了9隻啊 其實蠻好大的啊 然後我們可以拿這東西呢 就是做出墮落之石 墮落之石呢 欸等一下 我先去挖個那個黑曜石 我家沒有黑曜石 好的總是我們有了 黑曜石之後和螢光石來合成喔 就可以做出 暗黑石 然後暗黑石再這樣合成就可以做出凋零附魔塔喔 凋零附魔塔呢就是這個模組的附魔塔喔 這個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們就先給他隨便放個位置啊 可能我就先給他放他在 放在哪裡比較好啊 我是覺得先隨便放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呢我們點開來 各位看一下完全墮落 這個東西可以直接好不好 就是不用書櫃 就是30級的附魔塔喔 然後我看一下喔有沒有 使用墮落祭壇 其實我還沒使用啦 可是他就給我解了 然後我發現他其實地獄也有新的那個 成就 就是進度你知道嗎 這也太多奇怪的東西了吧 紫燕王 不過怎樣我覺得我應該要 呃 私底下農一些東西嘛 然後就是 可以使用凋零附魔塔來 附魔喔 我覺得我必須要把全套裝備都附魔才比較好打吧 不然的話太痛苦了 而且我也想要做一個遠程 能夠遠程攻擊的東西喔 而且我的資源其實真的還蠻少的 我目前好像也沒有真的可以遠程攻擊的手段 要講的話我是可以做影之定的那個啦 死亡之夜曲和影之弓 欸影之弓可以做欸各位 我其實可以做影之弓欸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繼續去地獄打了 雖然說他也是需要消耗箭矢 可是我好像沒有那麼多箭矢 不過我覺得 好我決定我要先做影之弓 畢竟我現在真的 如果不做的話我是打不下去地獄的 我沒辦法在地獄挖礦你幫我幹嘛 所以說好不好 沒辦法 只好先做了 那影之弓他的效果是什麼 遠程傷害2到11 他這個也差太多了 然後兩倍加快時間流逝 所以說我拿在手上的話我們這個 植物 會長得比較快是嗎 欸好像是欸我拿在手上而已 他好像狂長欸 他應該是指這個意思啊 加速時間流逝 應該就是 欸等一下我把箭矢射出去幹嘛 只是我現在這一個沒有無限 沒有無限其實我只有22隻箭矢好像也不太能幹嘛欸 我希望我能拿到一個無限的 東西 或者是直接不需要箭矢也能攻擊的遠程手段喔 這樣其實是比較好的 我剛才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好了 喔各位我找到一個不錯的東西了 這個熔熔之弓 他是耐久無限 而且無需彈藥欸 可是他 他需要很多熔熔碎片 而且會需要烈焰粉欸 嘖 其實 稍微農一下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做出來才對 可是就需要花一點時間 好啦反正我們現在有箭矢嘛 22隻 雖然說沒有很多 但我覺得 進地獄應該也是 還挺輕鬆的啦 以狩獵那些傢伙為目標 好不好 我覺得一定農得出來 只是會需要一大段時間 22隻箭矢 應該可以啦 應該夠啦 反正我們還有夜取可以用啊 那我就稍微就是狩獵一段時間啦 打完了 再跟各位觀眾講吧 好的 公眾我們目前呢 在這邊也 呃 掛了一大段的時間喔 然後呢 我的熔熔碎片其實收集很多了啦 已經夠可以做弓箭的才對 可是 我找不到 地獄堡壘 然後各位看有沒有已經餓都在吃腐肉了 就知道 我們其實已經快探索不下去了 然後呢 我覺得 影之弓 雖然他耐久無限 可是他真的 我見識一下就用完了 所以說我其實有回家一趟做一個 這個 死亡之夜局喔 這個東西呢是用影之定五個做的 還 蠻好用的吧 他有500耐久 然後傷害也蠻高的 就14 只是他 該這麼講 他是一種 他是用那種拋無限的方式去丟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很 有點難秒吧 喔 各位 我們發現怪怪的東西了 紫焰人 他看起來就像紫色的烈焰石色阿 感覺他就是會那個 掉烈焰桿的傢伙對不對 我們把他殺掉看看 不知道他是遠程攻擊還是近戰攻擊 可是我不敢走他 喔他死掉了 我們馬上去看一下 喔好像不是 他不會掉電焰桿 他會掉一個藍藍的東西 這裡好怪怪的傢伙 啊 燒起來了 他好痛喔 等一下我快死了 各位看那個 喔 蜘蛛真的超痛的 好啦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他掉的這個是什麼 紫 這個就是紫焰粉是不是 這個其實蠻稀有的 蠻難拿的 喔各位 欸 9個這個可以做電焰之鷹 也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總而言之我覺得我們目前探索應該也差不多夠了啦 畢竟我真的有一點 彈盡良覺的那種感覺 就沒有食物 然後我 還是找不到地獄堡壘可以做弓箭 雖然說我們有了這個 死亡之力一起有沒有那個弓箭好像也沒什麼差了啦 只是我還是會希望有一個就是不會壞掉的 遠程武器 像這個 這個東西算不錯用 可是還是會壞掉 不知道欸 我現在在想是不是我太早來地獄了 感覺應該要全套附魔再來才會有保障喔 不然我真的是被打就直接燒起來 完全不用玩 所以說我決定好不好 我們就先回去了啦 可能等我私下有沒有 私下再農多一點東西 我們再來繼續探索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集是不然他挺失敗的 就是各種被打爆有沒有 太扯了吧 可能等我這邊馬鈴薯田都種滿之後食物夠了 再說啦 我可能私下就一直種馬鈴薯吧 然後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拿去燒 我們有19個融元礦石應該還蠻多的 好啦 總之我們今天這集就差不多這樣到這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你跟 какой 我們下集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